袁田野的脸色一板 乱叫什么 那是你表嫂 这不还没有成亲吗 宁远嘟弄着嘴 你比以前更胖了 林小竹一想起 在山庄的时候 跟唐宁远斗嘴的经历 就觉得很开心 不是吧 我感觉我瘦了很多呀 没有小竹嫂子做的好吃的 我是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的 现在都是皮包骨了 林小竹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袁田野一脚 踹在唐宁远的屁股上 又好气又好笑 就你这样还叫皮包骨 那些瘦人还怎么活 我告诉你 以后呀 你想吃就叫厨子做 不许你来表嫂这里 叫他给你做吃的 把他给累着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说 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 和重色亲地嘛 唐宁远搓了搓手臂 黄林 把那叠雪衣拿出来 林小竹一面笑 一面扬声道 他今天去玉砖斋看了一遍 便决定添些新品种 回来之后 就做了这道雪衣 因为是甜食 知道袁田野不喜欢 便没有断上来 现在唐宁远来了 正好给他起馋 唐宁远这一两年 帮着袁拓处理朝政 再不是当初在山庄的时候 那个什么也不用操心的胖公子了 整个人成熟稳重了许多 刚才耍宝 不过是看到林小竹开心的 现在见到雪衣 赶紧坐了下来 三人一起吃起饭来 吃过饭 唐宁远端着茶杯 坐在椅子上 眼睛定定地看着林小竹 道 小竹 我就要成亲了 真的 那恭喜你了 林小竹笑道 唐宁远看着林小竹脸上 那灿烂的笑容 眼神暗了暗 不过一瞬的功夫 他便又恢复了平静 脸上露出了 没心没肺的笑容 娶了媳妇 再生几个孩子 这一辈子呀 就圆满了 是哪家归宿 林小竹问 刘汉林家的千金 唐宁远道 是吗 林小竹想了想 却是想不起 这位姑娘是谁 不过 他跟这些归宿 交集不多 没有印象 也是很正常 便不去想 这个问题了 笑道 你喜欢就好 喜欢吗 唐宁远苦笑一下 当初他之所以 答应这门亲事 不过是因为 那个姑娘 长得有些像林小竹 他轻叹了一声 放下茶杯 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转过头 对袁天野的下巴一扬 表哥 我走了 带着小丝 扬长而去 林小竹站在那里 看着他的背影 转过眼来 对袁天野 道 我怎么感觉宁远 今天有些怪怪的 唐宁远 对林小竹的心思 袁天野一直都知道 但是他从来 都是退到一旁 从来没有去 跟林小竹 说过什么 袁天野便装作 不知道 他知道 这位表弟 为了自己的缘故 选择了 将这份感情 深深地埋藏 在了心底 对他感激 和愧疚之余 他更多的是庆幸 亲信林小竹 喜欢上了自己 亲信当初 在深山里面 做出的 那个决定 他没有回答 林小竹的问题 只是默默地 把他拥进怀里 久久 舍不得松开 接下来几天 袁天野 还是如以前那般 忙忙碌碌 只是每天 都会过来 吃早餐和晚饭 晚饭后 陪着林小竹 在园子里面散步 有时还会说说 他这一天 都干了些什么 他到附近乡镇 跑了跑 到街头巷尾 问问老百姓 对官吏 及子女的评价 顺便去了地头 看了看林小竹 让他推广的 红薯 玉米 等农作物的 生长情况 还见了几个商人 鼓励他们 拿钱出来 铺桥修路 告诉他们 朝廷会给他们 颁发匾额 并在桥头路边 刻碑 记载他们的事迹 这些事情 虽然都派了人去做 但有时间 亲眼看看 轻耳听听 那种感触 真是不一样 他感慨道 说完亲了亲 林小竹的额头 这些都是你的建议 给老百姓带来的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不知道 当他们夸赞这些事情 做得好的时候 我是多么的高兴 说完 拉着林小竹坐下 从怀里掏出了几封信 这些都是肖文卓 和沈子毅的来信 他们在自己国家 也实施了这些措施 效果很好 尤其是沈子毅 在南海普及教育 让更多的孩子 能上学 还改革了国家 选拔人才的方法 目前虽然 还没有见成效 但他感觉 自己整个人 都不一样了 说现在的生活 虽然忙碌 却觉得比以前 只知道风花雪月 更有意义 林小竹 一封一封地看着 肖文卓 和沈子毅的来信 心里的激动和兴奋 怎么也抑制不住 能为这个一时空的人们 做些事情 也不枉他带着 千年的文化积淀 穿越一回 你做的这些事 我都跟老爷子说了 你不知道 当时他那得意的样子 简直让人想要 臭臭地扁他一顿 袁天也道 想起老爷子 那得意洋洋的表情 林小竹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袁天也的脸上 连起了笑容 看着他 明天就要比赛了 光烟金这个赛区 就有267名厨师参加 你可要好好地准备 虽然你的厨艺水平 便是进总决赛 都是不会有问题 但一切还是小心些好 嗯 我会的 林小竹点点头 他要是连决赛都进不了 老爷子还不知道会如何收拾他呢 我把评委的资格给辞了 啊 为什么 林小竹吃惊地看着他 你比赛之后 咱们就成亲 我不想让人诟病 说你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进入决赛 拿到名次的 一丝一毫 有可能伤害你的事情 我都不允许 林小竹看着袁天野 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 以袁天野现在 继任人的身份 这次比赛 应该是由他出力去组织的 这也能让老爷子 看清楚 他的组织能力 可现在为了他 他却放弃了 连能品尝美食的评委 都没有办法去做 他走过去 抱住了袁天野 其实 我可以不参加 这次比赛的 到时候 跟老爷子解释一声 就行了 参赛的人那么多 少我一个 不是更好 让别人有机会 去参加决赛 我知道 就算没有 跟老爷子的约定 你也是一定 想要去参加 这次比赛 你喜欢这种 跟人比赛的感觉 更需要有一个 让轩辕潮的人都知道 百味楼的东家 是轩辕潮 厨艺大赛的冠军得主 这对你的事业 很重要 袁天野 搂住他 而我呢 不过是失去了一次 品尝美食的机会罢了 至于老爷子那里 他对我的能力 已经够清楚的了 不需要再证明一次 说完 他拍了拍 林小竹的背 好了 早些休息吧 明天就要比赛了 养足精神 嗯 林小竹硬道 他前世心理素质很好 从来没有过 为了考试而紧张地 睡不着觉的 现在对于这个厨艺比赛 就更加地感觉轻松了 不过 袁天野的一番好意 他得领 送了他出去 他便乖乖地洗澡 练了一下功 便睡觉了